郭文貴先生 自然療法的幫士 亦都是營養學的碩士 他是亞洲自然療法學院的講師 是美國自然療法審委會認證自然療法的醫生 其實很難得 我都很感恩Dr. Chan 在這幾年教了我很多東西 也幫了我很多很多朋友 在這裡我們熱烈的掌聲 歡迎Dr. Chan 歡迎Dr. Chan 大家好 在韓國沒見了 一年沒見了 也有幾個月沒見了 是啊 如果一日不見完的三秋這麼多個月 就過了八年了 今天的題目是什麼 我應該指哪裏 指哪裏 指哪裏 有幾天 會不會有無電 有有有 可以 這個題目很好 因為其實很多怪病醫不到 背後都是發炎 不過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經常都會幫朋友 處理一些慢性發炎 發覺他的毛病就會消失了 今天的題目就是我們的經驗分享 因為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在書本上都不會看到 我就會跟大家去說多一些 令到大家知道 有什麼生活的模式 可以幫到大家 用什麼保健品 可以幫到大家 平時有什麼可以做到 令到身體會更加好的 我不管大家的時間 讓我去第一頁先 是的 金性發炎就很簡單 例如你們現在去行山 就被刺刺到 刺到之後 它是不是會開始發炎 最簡單 最通常就會是 紅腫熱痛會出現 它是和受傷有關的 第二就是什麼 它可能是感染 譬如你的朋友打個黑癡 你很壞 然後你遇到他那些 感冒的病毒 然後你就開始怎樣 就會流鼻水 你會有一連串的發炎反應 這個是最常見的 就是受傷和受到感染 其中很多人就會發覺 現在最流行的問題 是COVID 如果COVID一中了會怎樣 你由上面開始去擋 很多鼻涕分泌 你的免疫開始做事 但是你擋不到 它就會跌落氣管 跌落肺 如果在肺那裏勁 就會有些免疫風暴 就會令到你的肺不斷發炎 結果就會纖維化 防纖維化是什麼最好 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你可以減配存 另外有一個 膽脹質的NAC 有沒有聽過 它的防纖維化很好 第二是什麼 如果你的朋友不好坐 有慢性肺 有什麼聽過 COPD COPD 其實是令到肺不斷纖維化 它的功能 用那些氧氣 用那些氧氣 讓肺泡的功能 沒有了 結果你的身體 帶不到氧氣 你就會衰老 甚至會死亡 而這個NAC的功效 就是令到 纖維化減低 我們做過很多COPD 例如配存 加薑黃 這些很有效 加NAC 但是有一招 很好用的 就是拍肺 大家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有沒有媽媽看到的小朋友 咳得很厲害拍肺 如果醫院學的 是否鴨掌式 鴨掌式 鴨掌式 它可以有一個震盪 令到小朋友的皮 不會痛 但是震到裡面 但大人往往就不夠力 我們通常叫它 撥在這裡 撥八層 酒店的口毛巾 放鬆手腕 用前面拍 由下肺 中肺 上肺 十下 你發覺拍下拍下 它那些糖 你下了肢氣管 會出現 但當然 做過一輪 你就不要吃糖奶芝士 你每一早 不斷在這裡 喝奶茶 然後吃甜品 我最近發現 有一間茶餐廳 西多士很好吃 因為中間夾了一塊芝士 然後很多糖漿 面上那塊牛油 都有幾厘米厚的 嘩 我發覺吃這些 那些糖就好像飛出來 或者我叫大家不要吃 所以我都偷吃了幾天 我發覺要收一收口 你發覺 一度用保健品 一度拍肺 一度戒口 你的肺功能 不要容易上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拍肺最重要是怎樣 放鬆手掌 用上手臂的力量 怎麼會合格呢 你問那個人 你的背部痛不痛 不痛 不過怎樣 他覺得很容易 那就成功了 特別是老人家 你幫他拍 譬如有一個朋友 不幸運 他年輕可能做一些 容易有污染的工作環境 很多 廢積層的現象 或者他吃煙很厲害 他到六十多歲就有COP 你發覺用這個方法 很多時候 他的功能 會停了 不差 甚至有些可能不轉 當年 我們試過很多朋友 因為他兩年名 最後都有十幾二十年名 就是透過拍肺 戒口 以及用這個功能 這個方法 非常之好 但發現 最關鍵的目的 是將 攻擊你的藥物 例如 病毒清除 你有木的刺 你裏面有任何垃圾清除 以及修復 剛才說的 免疫風暴的問題是 他修復得太過厲害 因為發炎太過厲害 他最後 不去完整的間質細胞做肺 的組織 變成纖維組織 你的功能就會低了 所以很多時候 就盡量 一開始 就要自己開始處理 不要等嚴症慢慢做大 這個通常就是急性發炎 很多朋友都會處理 知道嗎 辛苦 是嗎 呼不出氣 氣管很咳 所以你通常會處理 但很多人不要留意 就是這個慢性發炎 你持續感染 也有感染 很多朋友經常跟我說 我樣子是不是很生氣 我的病人說 我比他父親更長 如果有男性在做電療化 我永遠說 你可不可以圍著頸 可不可以戴帽子 可不可以戴帽子 那男人通常會說 怎樣 我有風褲子 有沒有聽過 我們見過很多朋友 他曾經說肺炎 但他一相風感 他繼續去夜街 他可能又不戴帽子 青春是無敵的 我四十七歲之前 我也是怎樣 我不會戴風褲子 不會戴帽子 但現在過了五十歲 我都會戴風褲子 盡力令自己的身體 很容易被外來影響 當然風褲子 冷了就會怎樣 那些細菌病毒會作大 原理一樣 因為周圍都有病毒 周圍都有病毒 我經常聽朋友說 他很靈的 同事在旁邊打個黑痴 他明天就生病 有沒有見過這些朋友 有 本身免疫系統不夠好 更加要靠外來的保護衣物 可以幫助自己 另外你會發現 治癒力不足 吃保健品會有幫助 但戒口也很有幫助 煎湯、BBQ這些 會產生大量什麼 治癌物質、發炎因子 大量游離機 但最重要的是什麼 很多人不喜歡吃水果 吃水果有什麼問題 有些人覺得有些人很怕果糖 現在醫生已經跟你說 你脂肪肝中度 脂肪肝中度如何逆轉 有些人不肥才慘 第一喜歡喝酒的就戒酒 聽到他就愛了 喜歡喝酒的就很難戒酒 但起碼糖沒有食 低澱粉 你看看脂肪肝逆轉 但有個朋友跟我說 他低澱粉瘦了10磅 他的脂肪肝沒有好過 知不知為什麼 他覺得我不吃飯 不吃澱粉 沒什麼人生樂趣 他一天吃四種水果 然後他就發覺 脂肪肝沒有走過 原因就是 因為果糖會直接在肝 儲存成為脂肪 所以是一樣的 有一次我幫我網台做的節目 今晚日文 我就回答 芥果糖往往比芥澱粉同樣重要 他老婆聽到 他老婆就說 不知得了 你一天叫我買四款三果給你吃 你怎會減到脂肪肝 脂肪肝最後有什麼問題 就是肝纖維化 纖維化就是沒有功效 最後就是肝癌 所以脂肪肝最重要 修人是不覺得的 你有沒有看過修人的脂肪肝 是呀 他不覺得的 有些是喝酒 有些就是我剛才說的 他那個甜食 或者果糖的比例很高 另外壓力大 缺乏睡眠 我這裡都問 為什麼很多人熬完一晚 或者有些計劃很急 他說很大壓力 然後他會經常生肥脂 有沒有留意 中醫說什麼 陰虛火旺 寒熱交甲 虛不受暴 除了這個解釋 原來我們一熬夜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有很多角度 第一是什麼 很難睡著 有沒有人超過15分鐘才睡得著 這是第一個不合格 有沒有人睡著很容易醒的 又不合格 醒了沒有那麼容易睡醒的 又不合格 再加上那些夢好像連續劇 每晚都記得的 有沒有 又更加不合格 那些四樣東西都有 你的睡眠質素就入了這個 睡了開始沒有睡 最終都是缺乏睡眠 壓力大很容易 有沒有整個為頂為長 有沒有很容易安難死或者便秘 人家每天做八個小時從來都沒有痠痛 總之你埋位做四個小時 不是頸緊肩痛的便會頭痛 這些就是壓力大的特質 這兩個特質 有一個系統會上的 叫膠感神經 有沒有聽過 我很久之前在這裏 都說過一個子律神經失調 很多怪病 你解釋過子律神經 那個好一般以上 我們當現在一出電腦 有隻惡狗衝出來 我們是不是要逃避這隻狗 我們會瞳孔放大 心跳加快 肌肉衝血 這是什麼系統 就是膠感 另外有一個是相反的 叫副膠感 就是傍晚日出而在 日入而失 然後回家等吃飯 慢吞吞 散步 然後眼睛去睡覺 然後內臟被修復 第二天就會去大便 這是一個副膠感系統 就是因為你眼力大 睡得不好 或者你不睡覺 那個副膠感不上 那個膠感不上 那個膠感不上 膠感上 我們白細胞有兩樣的 有些中間有一顆東西 叫果粒 有些籠包球沒有果粒 當你不斷夜晚不睡覺 很大壓力 你的果粒就會出來防守你 一出來防守的時候 它有生命周期 它死了 那時候這些免疫細胞 它就會釋放一些溶媒 溶媒 溶媒裡面很高自由基 它就會令到你的嘴爛了 明白嗎 痔瘡也是這樣 英國不睡覺時 經常生痔瘡 是一樣的 那些膠很容易發炎 當然痔瘡會更嚴重 痔瘡會更嚴重 痔瘡是 如果你有痔瘡去看中醫 是依哪個丈夫 肝 肝 有聞聽嗎 沒有 痔瘡熱氣 辛辣 勞氣夜睡 肝屈 不要小看 我朋友 老公三晚很晚 他馬上爆痔瘡 很懷疑他外面多見 立刻爆痔瘡 我朋友的新男朋友 是鬼仔 不習慣香港的停車場 很窄 然後很勞氣 跟別人爭鬼 罵完之後 他十八歲生的痔瘡 第二次就四十歲生 他跟人家罵 有五分鐘 肝火也是 煎炸 大家知道 吃麻辣火鍋 他出來探味 有些不出來的 他在裡面就流血 所以 如果你有痔瘡的問題 怎樣斷尾 就一定要清肝 肝在這裡 肝在這裡 肝第一站 肝解毒 然後排血 這個血管叫肝門證物 就是肝臟門口的證物 就把腸的東西來肝 然後解毒才排血 你知道腸有很多困 很多垃圾 但就是因為肝頂不了 你又夜睡 你又勞氣 功能已經不好 你又再吃煎炸東西 他解不及了 他就在前面放血 來幫你排掉垃圾 到最後你就會有痔瘡 痔瘡是不難斷命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認識我 因為我很多排毒 你痔瘡一發 你胸肚飲一杯生貴汁 250ml 太陽伯伯那間還在嗎 因為DX那個很甜 你知道我那個是哪個牌子 太陽伯伯那間沒有那麼甜 那你就胸肚飲一杯 一個小時才吃早餐 才吃失辟 讓它先下場 你大約下午12點 例如9點喝 12點1點便會用濕紙巾清潔 你有任何清光產品 折瘡有甚麼產品幫助清光 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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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抑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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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幫助的 但如果有些比較強一點 是行清的 就是剛才那些都好的 但行調多一點 行清的 例如Mapple供應筋 這些系列比較清的 你就吃了下汗 你發覺 往往的磁瘡 一個星期就會收了 其實有很多方法 因為這個年代 是不是很多美好的保健品 你發覺有磁瘡的人 是吃不到的 有沒有吃到 折磁的NNM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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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到這塊自稱很厲害的朋友 吃你的NNM 他會餓血的 是嗎 是呀 原因是因為他的光火很厲害 你一保他就準備打仗 他又放血了 所以 你有自的人保身是高難保的 但你知道 你清保清保的人才年輕 你知道慢性病很多都是退化性疾病 我聽說 你老了才有 是嗎 即是你八內障 是否年輕人 不年輕人 但你60歲 很容易 你關節18歲 是否年輕人 你68 很容易 即是全部是抗衰老的病 其實到最後 就是用抗衰老的保健品 那你的人便容易逆轉到 你就知道你的狀腑特質 你的人便容易保持得年輕人 事都困著很多人 另外 你會發覺到 是嗎 我這裏都解釋得很清楚 是嗎 因為我比較肥不大 我走開一點 是嗎 究竟曾經抗盡 然後你那些 裡面有一個核的白血球 就出來 防禦你 你不睡覺 因為你面子也沒那麼好 是嗎 或者你吃錯很多東西 或者你說很緊張 就出來打仗 就做了很多 怎料你現在靜下來 他們就怎樣 是嗎 時間到了 他們就會凋亡 然後呢 裡面有很多融會 然後就會釋放很多自由機 令到這些網就發現了 其實是一個免疫系統的機制 所以沒有什麼 就盡量早睡 有沒有朋友 好想那些小朋友很高的 但你兒子不喜歡打機 媽媽媽不睡那麼高呢 我最近有一個我覺得挺成功的 就是19歲 1米500男生 都比較差一點 現在一個月零幾天 就高了2cm 重了2公斤 但他4、5年都沒有重過 其中就是跟他說 你一定要睡得好 但是之前你知沒有人跟他說 怎樣 天亮就天亮 打機就打機 做工作就做工作 然後有什麼可以令到 容易增高呢 小朋友 是運動 運動也好 但因為很多朋友 自己本身都喜歡運動 但發現突破不了 你覺得蓋更重要 還是安基酸更重要 安基酸更重要 你吃了會更厲害 那樣的 對 就知道我這麼酸 果然有上課 那你就給你低度的小朋友 吃 我免得你這麼快補酸 知道嗎 吃了太強 我敢不敢給我兒子吃 我怕很快補酸 然後你就給一個低度 每天吃一刻 接著戒斜責起身 你看三個月高不高到2-3cm 有很多方法 懂得我這個 好像胖了的我 就是我姐姐的兒子 對 像胖了的我 她16歲回香港 就1.6米 因為我姐姐也很標準 我1.83米 你高我姐姐幾高 1.5米 才是標準 我這些是怪怪的 我這些不標準 我全家的女兒都是1.50米 我媽媽1.50米 我兩個姐姐1.50米 至1.51米 我妹妹1.51米 只有我和我哥哥這麼高 是呀 是呀 幸運吧 吊穿就很糟糕 我媽媽又死到大 都說吊穿就很糟糕 幸運 到最後 她回來那時16歲 1.68米 我就覺得她沒什麼後勁 我就說 死吧 你像你媽媽 和你像你爸爸 因為她爸爸只有1.68米 我就說 我要給你一些後勁 我就捧了一堆 黃基酸 加多種的蛋白粉 裡面是很齊全的 那時她有暗瘡 我叫她吃多一粒B瘡 三個月後吃光 就高到2cm 我就寄過去新加坡 給她 因為她在新加坡讀書 然後再回來一年後 就1.78米 現在就1.80米 你先看一看 先看米白銘 是吧 原來1.68米 現在就1.68米 現在就1.80米 是吧 幸運 因為我姐姐是偽 因為我姐姐是偽 其實當年 因為她有一段時間 沒有回來的 你知道新加坡學生很緊張 她小學時經常回到 中學時很少回到 但我看到她16歲 我怕她不夠後勁 我就跟她高一高 結果一年就高到10多cm 不是我覺得的 但起碼怎樣 都沒有什麼負作用 就是多些肉 你知道吧 精安酸是怎樣 跟法育有關的 但我大約在20年前 我幫過一家美國公司 做訓練總監 那訓練總監是做什麼 有人叫我崔瑞總監 就是說話而已 是的 但是一個星期七天 所有的系統是我們做的 包括領袖訓練 考察訓練 產物訓練 醫學訓練 我們不斷做這些培訓課程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老了 52歲 我都不用對PowerPoint 我拿著麥克風 全時都說了三小時 就是年輕的訓練有數 然後那時候 那間公司 在美國是有一桶一桶的蛋白粉 我那時候也不是1.80米 我就吃了它一年 然後又1.83米 當年我已經不小 我三節後 證明我都很有後勁 那時候我就因為 你知道那間公司 是做那些產品 你看到很多例子 我就知道 原來補安基酸 是比補蓋更重要 因為很多人做五匯增高 是補蓋的 我覺得也有些幫助 但跟安基酸沒得比 安基酸是厲害很多 你就多幾招去幫一下朋友 這個年代是不是很膚淺 所以高一點就好一點 另外慢性發炎縱成的問題 剛才都說了 所有慢性病和衰老有關 當你有慢性發炎 就有很多游離機 你就會老了 為甚麼 我說千萬不要經常有雙風感冒 經常用膝 因為身體要打那些病毒 就說我等著入圖會講解 你就會產生大量自由機 來打那些病毒 不過就禍及你的社交 你就會老了 所以盡量有這麼少雙風感冒病 用膝蓋的 急性期沒得說 慢性期就怎樣 就盡量找方法去醫好它 有沒有人有糖尿病 三個月後會痊癒的 他有想方法就可以了 不然是不會的 不斷吃東西不斷吃東西 糖尿病是甚麼方法痊癒 運動是很有效的 配存也有幫助 因為那些是會令到 BetaCell 即是我們做胰臟的細胞 叫做BetaCell 它有一些抗衰老的功效 令到它的胰島素分泌 是會更加正常的 因為這個年代 不是不夠胰島素 一形除外 大部份人都胰形的 是胰島素出來 它不敏感 它捉不到這糖 入細胞做能量 所以最後轉化成為脂肪儲存 問題就出現在這裏 所以如果你一有糖尿病 第一 就切完這粥粉麵飯 難道想不到嗎? 切一半先 切完 但要吃得飽 例如你以前 一個菜 一個肉 一個瓜 一個湯 一碗飯 你可能做多個你喜歡的肉 令到自己不要肚餓 令到自己肚餓 你就切不到多少日 切兩餐你就停了 我盡量 偷吃不算 我盡量不怕飯 但吃咖喱的時候 就會怕 我盡量不吃澱粉質 譬如 墮落西多士 很久沒吃了 我看到這麼好吃 就吃了幾天 但我很少自己吃完一塊 通常你見到我的同事 為何來我做親事 就肥也磅 因為我喜歡分給別人吃 你會發覺到 你很容易逆轉到糖尿病 第一 你不吃那麼多澱粉 那個胰島素 那個βZ 有時間修復 你每天都在飲管可樂 不斷捉它做胰島素 它不是很累嗎 第二 當你一吸澱粉 那時候 中央肥胖會減少 中央肥胖一減少 這個人有什麼特質 那胰島素就會敏感 不用做那麼多 都可以將那些糖 轉化成分量 所以如果你一發覺自己的糖尿病 大便是那些摘戒 七八那些 就是六點幾個癌健康 七就確定 你只差兩度 你就跑步 吸澱粉質 很多時候一兩個月就很快 還有留意一下 壓力管理失衡 我會不會有糖尿病 有些壓力很難處理 你會發覺 你往某個血糖 就會癲癲癲癲 你就掛完基本步 看看自己有什麼問題 我那時候跟一個精神科醫生 是教鑽念去拍攝免疫系統 可以嗎 由你小時候 可能家裡還男輕女 會不會對某些人來說是創傷 可能不會的 小時候不要採備性侵 又是創傷 出來社會 給第一個男朋友 握了錢 是不是創傷 你一生有很多創傷 他就有很多題目 教你做過解 然後會有一些練習 有一些冥想 令你的系統自己感受 令我來治療癌癌癌 我去上班 裡面有很多醫生 但很多醫生自己都有生癌 一個是台灣醫生 主要是講國語 講華語 西雅圖紐日 總之很多會講華語 就來了上課 我觀摩了很多人不同的心因 是怎麼可以令到他自己病得這麼厲害 但我講這個醫生之前 我想講什麼 是講糖尿 然後我去到 你很厲害 你這樣都記得 我一去到 就有一個案子很好的 有一個 那個叫做 助教 或者叫做義工 因為很多義工 都是癌症好起來做義工 他就說 他有個朋友的經驗是怎樣 突然間有一天運了 不知要準備去釣魚 還是準備開車去釣魚 其間運了 然後送去急症 發覺他的血糖低到二點幾 然後醫生就罵他 你不能自己加糖尿藥 你知不知道他怎樣 我沒有加過 我吃回以前的份量 然後醫生說 那你不要吃 然後你不吃之後 發覺血糖都是五點幾 知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康復 知不知道怎樣康復 原來他的工是不喜歡的 他為了供小朋友去外國讀書 就強行做到六十五歲 當一退休就調一下魚 去一下郊岸 捉一下棋 去過自己喜歡的生活 接著他的課要好 明白嗎 即是喜樂的心事良弱 原來真是這麼有效的 所以很多時候 用保健品 改善生活態度 但最重要的是 你找到你喜樂的生活路程 是的 我有一個朋友說 這個案子很厲害 他兒子小時候 很容易被同學欺凌 很容易被老師針對 他這樣說 後期他兒子十五六歲 就帶他去很多不同的催眠 前世甘心療法 希塔療育 有沒有聽過 有 你們也有聽過 是嗎 做到兒子突然監發我門 因為經常要想起 過往自己不喜歡 被壓黑那些畫面 我就跟他說 其實不用再做了 你找這個兒子 有興趣的東西看著 怎麼叫他去衝 過往那些東西就會縮小 他不定看著 過往不開心的東西 他又沒有什麼開心的東西 不開心的東西 就會放得很大 所以有什麼方法可以 大家都明白 有什麼方法治療失戀最厲害的 就是找那個正的 快點拍拖 其實原理一模一樣 人生就是這樣 你覺得現在自己不開心 你找一些開心的生活 過往那些東西就會變得很小 所以就不用同時解結 當你強了這結 很容易解結 你未強之前 那結是很實的 你很在乎他 裡面是很多東西放不開的 但當你這個人很強壯 的時候 心靈很強大 很多事情你都覺得不重要 所以幾樣事情一起做 另外就是癌症 你不斷發炎 細胞膜裡面的DNA會影響 如果他有一次收復不到 會怎樣 他就有機會突變成癌症 所以其實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其實每天每一天都有機會有癌細胞 不過最後你的免疫系統很低進去 它不可以結集生血管 成為一個腫瘤 所以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搞好自己的免疫系統 這個是近年經常說的 叫做發炎碎癌 是什麼意思呢 你如果反覆不斷的肺發炎 到最後癌症就會在發炎的地方 坐大或者轉移去那個地方 有沒有聽過你經常胃炎 接著你會有胃癌 有沒有聽過 原理是一樣的 所以抗炎是非常重要的 盡量找方法令自己怎樣 我等一會都會講 那是幽默噢旋菌 是不是幽默噢旋菌 令大家發炎 我等一下會講多些 另外就是什麼 你發覺經常的腦 很多油尼基影響 你老人癡症的機會都會高些 老人癡症 是的 柏金信也是 是的 另外要大家留意一下什麼 就是頸椎問題 很多人的頸部不舒服 不理會 我又不是上班 因為頸椎除了影響失眠 膠感神經濟 個人實在很亢奮 最重要是影響到肛血 你長期肛血不夠 腦就會出現退化 所以現在你發覺 咦 我朋友的父母 為什麼會有腦退化 你就提醒你朋友 其實不是遺傳這麼簡單 可能是一直有頸椎病 沒有處理 你自己就看到 爹地媽媽也有 我都怕遺傳 你就提醒他 教好頸椎 叉的時候 找一隻衣 自然療法 怎樣也好 好了的時候 就自己學拉筋 學頂毛巾 對嗎 但是我們說整齊那一堂 我們帶了些衣服 你先隔一遍 好嗎 因為要捧一張床 不要緊 我們現在多了很多作文 同事來幫忙 等時可以過來幫忙 接著 就是講糖尿病的問題 因為當你身體不斷發炎 胰島素就會變得不敏感 其中發炎最多的 不是煎炸而起床 那麼簡單 就是你的中央肥胖 那些肥膏 這些肥膏是很多發炎因子的 所以你發覺你這塊東西越大 它的胰島素越不敏感 你的糖尿便會越嚴重 總之你發覺自己也不妥 一屆澱粉質肚腩會小 另外一屆澱粉質是甚麼優點呢 你自己的胰島素便會變得敏感 這兩樣東西很多時候會逆轉到 兩三度的血糖 你這個人便耐 做到帶氧便做帶氧 大約儘量做半個小時 每天做都一個星期做四天 很多時候逆轉到 我記得有一次 我有一個人 我不認識他的 後期他就說我在哪個朋友 他說幾年前的糖尿 就是我教他跑步 加鹽粉質就好 但後期始終很多心結 知不知道有甚麼名字 柳肥膩 柳肥膩 因為他的免疫系統不乖 我經常都說 這個發炎屬於嚴重 自體免疫 如果你不幸運 有濕疹牛皮腺 你試試戒掉澱粉質 你有任何抗炎的濕疲膩 包括抗氧化 你有白黎老唇 你有薑黃 你就吃光 很多時候一兩個月 牛皮腺會退 濕疹一個月退 你戒掉澱粉質便可以了 甚麼人的濕疹會化得很厲害 你天天和麥當勞汽水雪糕 他不必吃煎炸 不必吃海鮮 他只吃高甜都會化得很厲害 我去到近一年多 我發覺我不斷吃甜食 我這個手指會爆 就是免疫系統開始癢癢 但普通人不懂會怎樣 藥膏 接著不可以 口服女固醇 其實不用的 你把糖和澱粉質都咬完 我咬完 中間就會有點癡 所以你起步不會太辛苦 還有永遠那句 不要捱我 選一些喜歡吃的非澱粉質 吃飽去 我的優點是甚麼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跟著父母 我們是潮州人 我們經常吃肥膩 所以我有肥膩的食物 我就可以不吃澱粉質 那些朋友說 這也是優點 不可以解藥 肥膩最害怕是甚麼 澱粉質一起發生 血管有很多炎症 就會黏進去失血管 你只是肥膩 但身體沒甚麼炎症 它沒有地方黏 這是很大的分別 所以你會見到是甚麼 血管發炎往往就是 現在有心腦血管病的原因 不是因為膽固醇 不是因為膽固醇 而是因為血管發炎 有一次有個太太 她再婚 就嫁了給心臟科醫生 她總膽固醇5.9 你猜她有沒有吃膽固醇藥 她都是超標的 沒有吃 知道原因嗎 我便有職業病 我便說 你父母有老人痴 耐人有柏金順 因為你知道膽固醇 有很多時候 跟老人的健康肉影響 我便以為她老公叫她不要吃 原來不是 她老公說她的血管 是年輕女的血管 即是很平滑 膽固醇沒有地方痴 所以便沒有叫她吃 明白嗎 為甚麼會不平滑 就是因為慢性發炎 所以便要看 真正新血管是否是LDL 低密度脂蛋白 你看看論文 不是的 前面有個OX 是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所以你吃著巴黎露 純松樹皮 抗氧化劑 你的血管內皮好玩 再加上低密度脂蛋白 前面的氧化 你捉住它 氧化不了 你的血管便不會失落 你便不用一定 用一些高負作用的藥物 預防一種疾病 有些朋友有沒有試過 吃膽固醇又不舒服 肌肉酸痛 男士很多時候 表現會變差了 你明白我說甚麼 原來很強 沒有那麼強 然後肌力沒有那麼好 有些人會覺得酵素超表明 所以我覺得 預防疾病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選一個 本身 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在西藥 是一點 輔助都沒有的 有嗎 有 但有些人對西藥有很多反應 又有 所以最重要是 選一個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我經常說笑 你媽媽生的女兒 漂亮嗎 人品好嗎 但不會每個男人喜歡 明白嗎 最重要是選一個適合自己的方法 所以有些朋友經常說 我朋友聽我說 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這樣 有他便可以 祝他早日康復便可以 明白嗎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緣分 如果你看到自己 即是我很直接 我朋友六十多 覺得這兩年自己沒有那麼強 你明白嗎 然後他又不是很開心 他覺得自己為甚麼 又做運動 又游泳 又吃那麼多保健 都不是那麼強 然後我就 因為賺了錢 現在退休 他覺得應該 過一些年輕人的生活 但他 因為他不餓很多水 所以我知道 他很喜歡尋開心 大家明白嗎 然後 那個特質是出現甚麼呢 他就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強 他就試很多補品 你猜他試甚麼 我看見他 他甚麼西藥都沒有吃 我跟他說 我發了一輪文 給他看 殺了影片給他看 然後我就說 你如果真是很介意那個倒數 你就去 因為他不是香港 所以我又給不到東西 就去當地的 Department Store 買些車錢紙 金鍋 薑骨果膠 橙果膠 薑果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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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餐之前 就吃一兩 一兩個匙巾 你知道吃了這些東西 怎樣 第一會爆 吃少一點 第二會 它會黏著膽炎 膽炎是用來分解肥膏的東西 你一吃肥膩 它會走出來 黏著膽炎之後 它去小腸 就不會流 膽炎 膽炎就在膽固醇 它就掉了 馬桶 你身體就覺得 你很缺乏膽固醇 就在血那裏 抽些膽固醇 在肝那裏做膽炎 所以你的膽固醇 就會掉了 你明白嗎 明白嗎 說一次給我聽 其實就減化了它 減化了它 對了 排膽炎之後 排到膽固醇 可以嗎 很容易 你不用幫助我的 譬如你現在 打那隻叫做 Great Food Patin 叫做什麼 Great Food 西有國家 你知道現在 英國什麼都有 然後你就打什麼呢 就打這個 你就看到它下降的機制 我說 你擔心可以加這個東西 一邊吃 一邊減 他就看完論文 他說 減一個月都沒什麼 對不對 然後他減了兩個星期 就打給我 他說它是紅風在燃 你明白嗎 所以很多時候 你要知道自己 發生什麼事 但是急性期 我就不會叫它減 如果他告訴你 我的血管 失了90%的 我不會叫它減 你明白嗎 急性期 還有記住 當你有慢性炎症 淡固醇會飆的 你試一下 不幸運 聞一下 they have 五種藍的 換過 所有慢性化炎都會飆 原因是 細胞修復 要的膽固醇 在細胞膜上 晃 所以他会订阅,他来帮你修复 所以你不找出原因,硬硬按住胆固醇 是不是对自己的修复功能有影响 所以你要知道原因是什么 我有一次听了一位台湾医生说 他说,我朋友的样子老了这么多 我就猜到他吃了胆固醇 他实际上是这么说 他说跟耐分泌,皮脂分泌很有关系 而且他也很强调是什么呢 都是急性期用 慢性期的就用我刚才说的哪一招 水用纤维 非水用纤维,加上一口喝了 有没有人喜欢吃麦皮当早餐的 如果麦皮当早餐 不如麦皮在午餐晚餐之前吃两项 就做刚才的效应 明白吗 就在餐前吃了第一,吸了那些油 第二,你吃了这么多 这么多丰富的食材 那你的胆盐一定出来 帮你消化肥膏 你就可以吸了那些胆盐 然后从马桶膜出来 然后在血里面觉得 我要做多些胆固醇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要抽胆固醇 来做胆盐 所以血的胆固醇便会下跌 这个方法便好 但为何早餐吃不太好呢 原因是因为早上要吃高营养 不用高热量 高营养 你的身体 你的维他命矿物质 所有好东西就早上吃完 让人全天都精神 你吃麦皮 基本上只有纤维 营养价值不是很高 你转在午餐、马餐前就吃麦皮 第一可以降了那一餐的油脂 增加霸肚感 第三就是排走胆盐 令到你血的胆固醇下降 即是你担心几招都做 为什么我们会几招都做 原因是有一次 那个机师不是香港人 是外国人 他跟我说 他很怕吃胆固醇 因为他吃了 菠萝养会算痛 他知道一定不适合他 但知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吃 他的报告不漂亮 怕被人抄 他是高危 之后我就给了一些非西洋的方法 给他降 最后过关就算了 因为他都知道是氧化胆固醇作恶 以及血管内壁健康 有问题的胆固醇才有地方痴 你看回我们以前在这里的演讲 胆固醇好像是一块交告给你的 帮你的血管那些脑蜗 帮你封住他 不过封得太厉害 就失去血管 明白吗 你知道做什么就可以了 不利劳醇是很好令到血管内壁 他是不断翻身的 有很多论文支持 你就打Perserolical 去那个Endophilia cell 就是你在血管内皮细胞 如何修复 你找到这些论文 很多都是很多年了 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所以血管发炎 肥高不是最重要 而是什么 这些糖分 这类东西 还要多很多 你记住慢性发炎 不是一定要有一个镜头 给你攻击的 它是持续发炎的 我等会讲很多我们自己的 南床的经验 另外 免疫力反复 常常出出入入 有什么特质 到你感冒的时候 它就不够用了 因为你常常发炎 它已经用了很多 自己的胆拔球 胆拔球 去做很多白细胞 到你真的感冒的时候 它就做不及了 所以 其实保持一个低发炎体质 也是避免有其他 严重发炎的原因 这就是属于 持续发炎 我们的慢性 另外 慢性发炎的症状 验血当然可以 我等会讲 验小便也可以 现在当家庭式 又不验血 又不验小便 你天天睡8至10个小时 但你起床也是很累的 你很可能有慢性发炎 另外 身身酸痛 当然癌症也会痛 骨髓流 背脊也会痛 但是 往往不是这些病 找不到原因 跟乳酸聚绩有关 等阵也会讲多些 这些关节 有没有人试过 但它查询 我的雷锋湿指数有没有 接着又查不到 有发炎指数 但往往就会出现 我不是那些疼 关节那些疼 总之 个人就不舒服 别看事 脑经常有炎症 就算低度的慢性发炎 你很容易有抑郁招来 老人痴呆 拍甘讯 抑郁招来 都跟老慢性发炎有关 另外 好易皮肤敏夹 好易气管敏夹 每个人都没事 你不断吹一吹冷气 你又说感冒 少少吃错东西又咳 冻一冻咳 冻一冻咳 转一转季 朝早上就 十人也刺 接着不断打黑痴 这些敏感的体质 都是跟眼性发炎有关 另外就是 輻射便秘 有些人一是肚子 一是便秘 一是便秘 没有在焦大便 你有没有见过 其实就是 他的腸不断有很多反复的发炎 接着 顿积脂肪 你这件事越大 你身体的发炎越强 代謝后群症 人家一个月减十磅 你永远一个月 不增磅都偷笑 你就知道你有代謝后群症 这些也是发炎体质 喉咙经常觉得干草 有东西卡住 另外大家要留意 有很多花生很好吃 别人吃一包都没东西 你吃五粒便是喉咙疼 这些就是发炎的体质 你的臨界点已经很高 你不断吃一点热气 它就爆出来 这就是发炎的体质 另外 血常规都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叫事中性大血球 你去厌血的时候 是会看到的 如果它突然间飙升 你会有急性发炎 如果单核世界飙升 是慢性发炎 事酸性大血球上升 有机会是过瘾 毛菌感染 或者有机身虫 这些是可以验血验到的 但近年很多人都会验 甚至是没有听说 香港叫血沉缸 因为这本书是台湾的 这个叫红月球沉淀速率 香港通常叫血沉缸 这个ESR是比较慢性的 24小时才看到的 譬如你有一类风湿都会提及 就是多不多验醉 另外我刚才也说了 近年很多人知道 那个胆固醇不是最影响血管 而是发炎最影响血管 就是做这个CRP C-Reactive Protein 如果经常超标 你有心脑血管病的机会很高 因为你的血管内逼一定有很多老法文 然后你的胆固醇很容易被氧化 就是看那个CRP 所以如果你身体没有炎症 基本上你的血管生失的机会很低 但往往你会发觉 你数据上没有东西 但你还是有很多炎症的 这一套东西有没有见过 炎小便那一套 然后你把小便下去 你的炎症越多越深色 有没有见过 十几年前引入香港 也有很多人用的 原因是什么呢 当你的细菌一进入身体 那些白细胞就跟它打仗 它就会包住它 然后它就会用那些 溶媒的果粒 分泌那些游离基 然后就来做低了病菌 所以当你的游离基一升 就代表你的身体发炎 对不对 而这套东西就是测试游离基的 原因是什么呢 你游离基一高 在细菌膜上面 有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就会转化一个致含物质 叫MDA 所以如果你身体现在 很多发炎的症状 你这个MDA就会高 而你的容型 就会再深色一点 它有很多指标 给你量 不过因为今天也是过几钟 所以我没有细节 都写出来 这个都常见 你打MDA Urine test 你会找到的 另外 当你的身体有很多 这个念珠菌 你知道病菌和念珠菌 念珠菌是入了毛菌 游泽食物 压力大 睡眠质素 游离菌 因为腹膠感神经 冲了上来 腹膠感不足 西约 环境毒素 大恶线 耳岳婴 全部都是 另外酸乳 硫黄那些 另外重金素 紫外线 腹射 都会令身体产生大量有利基 结果都是发现 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 刚才试图看得到 这个没什么人说 但我也觉得很有效 我有个朋友 在外国建了一间医院 那个医院是做细胞疗法的 当时我这个朋友 他的濕疹是 他就是 屁股生到头颗顶 但年轻是个美女 国内美女 我常以为她是演员不嫁 有钱人退出的 她说她不是 她以前是打工夫的 一点一点都不像 他当时是什么呢 那么厉害 他就去探望我朋友 我看着 他就把神上腺的钢细胞 帮那个女人注射之后 他在几天内全身的濕疹都退了 直至他移民去美国之前 我想一两年都没有回过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原来神上腺脾脾脂 是透过神上腺分泌的 就是他身体一直以灵体大压力 那么那个神上腺脾脾脂 不断地分泌 令到那个细胞的受体不敏感 不接收他 那么结果这个消炎功效便没有了 明白吗 当你一补那个神上腺的时候 他走回一些正常的分泌 结果就好了 第二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字眼都应该要听一下 叫神上腺疲劳 有没有听过 神上腺疲劳 你就是不断挨饰 不睡觉 很急 很快 神上腺脾脂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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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 其實很多時細胞療化的狀腑就是幫你自己腦化的狀腑做一些更新 結果它分泌到自己的披折唇 結果就出現了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消炎激素 它便掃低了它的濕疹 我們在這個Pentis 美國很多的前輩是怎樣呢 它會拿一些牛 當然是有些公司專做這些細胞的 牛的腎上腺的胎 有沒有聽過 就是把腎上腺分離成為很短的蛋白鏈叫做胎 叫做胸腹食 我發過往後吃一個多星期 它消炎的功能都好了 它以前都給過一批我的 有一個女士來看我的時候 她應該吃完全香港的保健品十多年 她的手很爛的 大腿是爛的 後期我就說 既然你是一個資深病人 是不是很有趣 你是一個資深病人 我不跟你做傳統的事 中藥、洋蔥、濾茶素 全部都不做了 我就告訴她這個理論 但因為有些人 因為我當時手上的Petis 是牛的 有些人不吃牛的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我就問她是否介意 她是否不介意 好起來就可以了 但為什麼我會想到她是神聖疲勞呢 原因是這樣的 她媽媽是不見她老公的 不妥都不見她老公 不是開心到不見那些 不妥都不見 兒子就青春期 最近就經常跟她老公打架 你明白嗎 她是一個打仗的環境生活 她保持到很有教養 很渺緻的身材 的笑容很好 其實她沉澱的負面情緒是非常厲害的 我就覺得她是神聖疲勞 吃了五天開始收完之後 她燒牛肉會即爆 她特地去試目爆 第二個就是漢堡包她都會爆 最後都沒有爆 那就宣佈好了 她就是標準的神聖疲勞 很多怪病都會神聖疲勞 沒有聽過嗎 因為這是我們PATIS的經驗 我覺得值得和大家分享 越來神聖疲勞是令到你的消炎功效沒有任 是吧 為甚麼我朋友 譬如你知香港很方便 到處吃到刺身 是吧 為甚麼我朋友一吃就會這麼敏感 她以前沒有的 就是因為她是神聖疲勞 你上網戴這個Terms 這個Terms不是傳統醫學 是我們這邊比較多用 但我發覺都挺有效的 第二是甚麼呢 就是很多人的筋膜炎 有時腳差很痛嗎 但反覆過很過刑重 但它照顧肛血沒有骨刺 醫生就說你筋膜炎 筋膜炎真正正的原因是甚麼呢 筋膜收緊收得很痛的原因呢 當你的筋膜炎收緊 它的功血是否少了 因為血管會合責 它一缺氧 它就會產生發炎反應 所以你的腳差很痛 有沒有聽過無菌發炎 這就屬於無菌發炎 但為甚麼會拉得這麼緊 就是你那些無腰骨 令到這個東西收得很緊 收得很緊 我們現在吃飯了 你坐我對面的 我拔我這隻腳 你的筋膜會否清醒 會 因為筋膜是一體的 包著肌肉表面的筋膜 我這個東西很差 又很緊 我這個腳跟就會拉住 明白嗎 這就是真真正正的筋膜炎 導致筋膜缺氧 導致缺氧便要救它 否則它會壞死 發炎便開始衝血 用白細胞來修復 這是一個自救現象 不過最後會怎樣 會很痛 所以發覺筋膜炎 萬一這個腳跟沒有用 要醫甚麼 頸椎和下椎 讓你那塊布 撐開它 不要被它撕住了 明白嗎 做拍打 鬆肌肉 我最近看到一些朋友 說他去了一間 理療中心 那些驅振稀 是用上一間滑滑的 好緊的 還有靚的抗氧化劑 包括白黎露 純粹 骨製造N.O. 有沒有看過 N.O.就是一氧化淡 會令血管舒張 沖多一點氧氣進去 那你缺氧的情況會減低 不要小看 甘膜炎玩很多人 你們青春沒地不知道 六七十歲的公公婆婆因為甘膜炎 一年沒有血奸 令自己每晚都睡不到 所以這一定是怎樣 你一定要弄好整個系統 鬆回甘膜 第二 這個也很常見 有一次有個美女 我以為她是台灣選美的朋友介紹 很標準的 但她就告訴我她的樣子是沒問題的 但她的手指全部都是重的 那些手指 激關字是重的 我當時問她發生什麼事 她就是資深病人 報告齊到 RF是怎樣的 Negative 我問她是什麼 她都懂得回答 雷鋒濕治標是Negative 有沒有驗過其他自體面全部都是Negative 沒有醫生找到什麼原因 但最後你知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是她的頸椎異位 然後那些神經線受壓 她又沒有壓到鼻麻醬痛 但已經影響她的公血 再加上你一移位 人是自救的 你的頸一歪了 她就收緊 她怕你再歪一點 她一收緊 你的筋膜就拿住了 又是缺氧 又是放鬆 又是咪血 倒得不好 結果不痛則痛 結果她又是出現慢性化炎 在這些關節 一鑽好頸就馬上康復了 但最大的問題是她發炎幾年 每一節都有一些波子 你明白嗎 有一顆東西突出來了 因為已經幾年了 但已經沒有再痛了 但不弄一條頸 我想她很久了 這些是很幫助朋友的 你自己也是半個治療師的身份 都好想幫不了朋友 你記住這些經驗 很多人 只是這些手腳關節痛 都很慘 分不到已經很慘了 還要痛去不了街 結果就會有很多問題出現 這兩個都是我們經常做的 都是我們經常做的 另外就是過敏症 這些多些人可以留意到 你不斷喝牛奶 落蛋白敏感 乳糖敏感 結果你就經常會出現複蛇 另外就是花粉 很多人都會敏感 便會流鼻水 另外我也說 食物裡面有很多敏感 另外一個比較嚴重的 就是自體免疫 有沒有聽過 橋本市症就是 攻擊甲狀腺 它不認甲狀腺 是外來的一些物質 所以這個免疫系統 就發展了一些抗體去攻擊它 紅蚂狼瘡 也很麻煩 攻擊腎 攻擊皮膚 攻擊關節 多發性硬化症 就攻擊神經腺面頭的啫喱 所以你就不斷發炎 功能就會出現問題 通常怎樣醫 就是類固醇 但所有自體免疫病 背後都是長期受壓 在腎上腺 影響到胸腺 胸腺有一個酵素 叫IDO 當胸腺平衡的時候 免疫系統會收兵 平衡不到的時候 會出兵 現在就是系統亂了 明白嗎 就是系統亂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那個系統 自己平衡去 自體免疫是壓力給人 不要小看 自體免疫是壓力給人 我站在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我嗎 這麼近嗎? 我的頭腦很大 OK 靠一點吧 我想跟前面靠近一點 那些口水花也沒有這麼厲害 然後呢 發炎的成因 長度發炎 陰門螺旋菌 有沒有人去驗完之後 發覺自己有 但是一些胃炎 一些胃痛 有沒有聽過 但有一半的人有陰門螺旋菌 是沒有胃炎 沒有胃痛的 那證明陰門螺旋菌 是否真的治病的 唯一原因 不是 原因是什麼呢 你有很多情緒 很多眼力 胃膜分泌的黏液 分泌得不好 結果你的胃酸 就容易弄到你的胃壁 他一發現 那些胃門螺旋菌 就來幫忙 明白嗎 其實他是易善的 就來幫忙 結果你的胃炎就錯大了 因為我的朋友 他說我一個行程 吃完兩個行程 吃完 講抗生素的胃門螺旋菌 他發覺那個改善明顯 原因就是 情緒導致慢性胃炎 因為情緒會影響 胃膜分泌 胃膜分泌出現問題 你的胃酸就會攻擊你自己的胃壁 一個黏膜 用來擋住胃酸 有沒有聽過 胃酸拿出來 突然在地上會有煙的 但我們在胃上沒事 就是因為黏膜的煙 黏液擋住了 但如果它分泌得不好 你就會出現什麼問題 就會出現溃揚 一些嚴重的 甚至是胃酸 所以胃門螺旋菌 是幫助拖替的 它不是第一線 最簡單的 怎樣去殺個胃門螺旋菌 因為你會發覺到 胃門螺旋菌很厲害 它有一條邊毛 它勾住自己 往往都不是很深入 血液除脈系統 所以很多時候抗生素都不到 抗生素不到有什麼特質 最好就是找東西拆走它 所以我們特地在外國 訂一些黑加蘭子粉 空土食 拆下十字紙牆 到你晚點吃飯 那時候 就連食物一起帶走它 在大便裡走掉 明白嗎 但胃炎其實薑黃也很有效 另外就是 甘草素也有效 就是以胃炎來說 你可以用幾個協助自己 另外IBS是什麼呢 就是 小朋友一考試 或者去演講 或者去參加比賽 他就會肚痛那些難事 叫做IBS Iberable Bio Syndrome 你有沒有聽過 但不要小看 現在大人很多都有 一有壓力就沒有那些難事 這是很常見的 一些情緒管理失效 儘量怎樣 如果你發現自己有IBS 可以怎樣做 敏感的食物不要吃 放鬆就容易說 第一就是找自己一個 喜樂的工作環境 你除了上班下班 要找一個中間點 令自己放鬆 可以去學一下瑜伽 逢1、1、3、5日 姐妹聚餐 總之你要把現在做的事 要改變 要把國外一些 喜歡開心的事 而不做的事 拿出來做 那你的情緒 你才會有改變 我經常講一些 照顧孩子的女士 一個星期照顧七日 你很容易有情緒 你跟姐妹交換 照顧一天 你就會有一天假 明白嗎 星期六就是你幫她照顧 星期二又幫你照顧 星期二又幫你照顧 每天都要一天假 做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不能一個星期七天都照顧 我試過有一次去旅行 那一陣子就弄了一條腰 我所有的活動都沒有玩 所有的空中、水上都沒有玩 那時候我兒子七歲 他這六天內 二十歲小時黏著我 只有我一個人拖著 因為其他人去了玩 放學活動 我回到香港 你知道我好像放假嗎 我是六天而已 但我記得很多人抽小朋友 我一年三的六上五天 明白嗎 但我比較另類 譬如我有家務恐懼症 家務恐懼症 我煮得最好吃的就是公仔麵 如果一隻蛋不爆 我都可以 我經常都說 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去發展 往往都是你的勤行 我經常說這個比喻 我拿著麥克風是否好像好吃 我煮餐飯給你吃 你一定牛 我幫你做電腦 電腦一定會爆炸 明白嗎 每一個人發展自己厲害的東西就可以 其他東西不重要 明白嗎 你這個人慢慢就會栽培到一個喜樂的情緒 另外 便秘 現在已經證實了 因為腸上有很多破裂色肉 色肉的前身就是腺體力 就是你不斷很多垃圾 很多氧化物 就在腸上不斷刺激 因為已經有數據 便秘的人是容易搶癌的 所以便秘 你食物裡面剩下的垃圾 甚至你裡面的腸上一些不好的菌製造的毒性 就影響那些腺體病變成為蜥蜴 蜴蜴不理會 慢慢就成為Tensor 所以每天最好 今天吃三餐 明天我三次 不難便可以 難度高不高 都高 要說今天吃兩餐 明天我兩次 通常身體很好 你每天吃一餐 明天我一次 過五不食是一個修痕 過五不食 通常那些人很早起床 四五點起床吃一餐 然後十二點吃一餐之後就不吃 過五不食 當然有些人只是一天吃一餐 我記得那時候 以前姓何的鬼佬很喜歡做領事 即是無線 即是扮領事 那個是何國榮頭 他之前還有一個鬼佬 那個是加拿大外國人 他是一天吃一餐 他三點後不吃 我當年認識他的時候 我以為他四十歲 然後他已經六十歲 是的 而且那時候 因為 肯德基那時候有葡萄 那時候下午我進去談些事 我就在他面前吃了四個葡萄 他就畫了我半個小時 哈哈哈哈 是的 他就告訴我 為何你不應該吃甜食 我知道 但是青春無敵 我要營銷一下 我不會那些 所以我記得 他就一天吃一餐 不過有一次有個朋友 就開始做醫美行業 認識了很多保養得很好的女士 他都說很多真的少吃 不是多餐 而是少吃少餐 少吃多餐是減不到肺 知不知 少吃多餐是方便什麼 即是我是醫生開了些糖尿藥 我怕你暈了 即是太多糖尿 你少吃多餐 就是令你沒有機會 因為低血糖 其實是減不到肺 所以千萬不要少吃多餐 十六百 二十四這些是最適合的 集中在八個小時內 吃完兩餐收工 比十六個小時 身體血裡面的糖分溶完 那你就不容易聚積脂肪和毒素 看來真肥是真毒的 你那些重金屬都黏在肥膏上 你那些疑惑應眼 即是那些環境毒素 全部都在那裡 所以當你不斷肥的免疫系統 為何那麼容易亂 容易有濕疹 它會選擇哪個原因 另外 少用抗生素 為甚麼 人是這樣的 騎腸菌是60% 抑菌通常是20% 海外20% 都市人的數據是5%抑菌 差不多 騎腸菌都是60% 其他全都是抑菌 騎腸菌是甚麼意思呢 環境如果慢慢變造 哪一邊 它就會消去那邊 所以它就比較闊 但是如果你不斷用抗生素 你的抑菌通常都會吃得快些 你會發覺到最後 你的腸就很容易有很多療症 所以吃抗生素 你如果選擇早晚吃的 你就下午吃回抑菌 完了抗生素的療程 便早晚吃 令到自己的抑菌都不斷保留 另外 戒三白 白糖 白米 白麵粉 戒不戒得到 偷食除外 明白 你有病便要戒 你告訴我 你現在有糖尿病 肯定戒 你有自體免疫病 肯定戒 你濕腸很厲害 你戒了它 一個月內收光 你自己都快樂 接著說了 高糖 糖化中端物 H H 本身是令到血管內皮老化的原因 老化後 你養化的膽固醇便可以黏下去 做失血管 心臟很多人都說 中風都說 眼的微重環是很幼細的 你少少不妥 它供血不足 你的眼病便會出現 另外就是腎 很多時候腎 不是因為你吃錯一些東西 而是你破壞了血管 令到它供血不足 令到核心不足 令到核心不足 相關在這個角度 多一些 但眼疾 多一些留意 一二追二位 很難醫的眼疾 通常是頸椎間 我們做過很多 他告訴我 我的眼額沒有高 但我青光眼睛慢了 五十第三 你一攪好頸 它便不慢下去 不過因為青光眼睛 是屬於失望摩壞 亦轉不到 但你便要留意 最重要的是 眼睛是青光 放大便 加青光 接著便攪一二追 接著便攪好微循環 就是白黎老順 薑黃 這些類型 另外肥胖 剛才說 肥胖便會有很多 發炎一致走出來 越多發炎一致走出來 越多發炎一致走出來 便愈倒數愈左抗 愈倒數愈左抗 便愈肥胖愈發炎 所以是一個惡性循環 但是低碳的人 不會有肚腩 低碳生活 低碳不是說 你家裡不開冷氣 低碳是低碳水化合物 粥粉便飯 西餅蛋糕 糖水 汽水小色 我很多親戚 因為我們潮州人 很喜歡吃潮州粥 一介入粥 很多糖尿 自己很怕不用吃糖尿 但結果怎樣 幾十年突然沒得吃 不開心 覺得自己有點意外 吃三個月的肚腩出來 結果又吃糖尿 所以任何人知道為何便可以 不要看死了 維他命D不足 往往是抗炎的功效差了 包括頸部的酸痛 菠蘿鈣 細的關節 以及高維他命D 通常是說D3 就是防癌的機制 如果你現在覺得自己的免疫系統 好像差異 為何我急而傷風感冒 為何我經常會有皮膚痕癮 為何我經常會有鼻水 你可以由一萬個IU的D3 去到四萬個IU不斷 最好找一些專業去做評估 但很多人說 你的血裡面 那麼多維他命D3 血概會增加 你就有很多鈣化 很多鈣化 你就會有很多病 原來要同時間吃維他命K2 它就會把血概帶回骨 成為骨質 但怎樣計算呢 你吃一萬IU的維他命D3 就吃一百個微克的K2 如果你吃到四萬個 就四百微克 可以嗎 如此類推 但現在很多種類都一起出現 D3和K2都一起出現 你會賣到 另外很多鈣化就不要留意 你的慢性發炎是你吃的油不平衡 我平時如果真的很乖 我會早上吃少許MCT 椰子牛 然後會吃一些奧米加3的海藻油 奧米加3的海藻油有什麼優點呢? 它是沒有重金屬的 因為魚油很多人都怕重金屬特別大雨 當你如果發覺奧米加6比奧米加3超過4比1 可能你吃很多菜油 很多種子油 很多粟米油 Granse oil 很多核物類油 你會發覺你的鹿就會飆 那鹿一飆高於4比1 你身體就會發炎 包括盤糖鹽 很多副科鹽都是 所以你一定要吃奧米加3去按住它 我的前輩經常說 他希望做到1比1 我的朋友看到我會有點害怕 因為DHA EPA是沒有老的 你知道我隨著年紀增長 覺得自己沒什麼老的 所以我每天早上吃8顆 那個Soft Jack很大顆 我就咬爆了 吐了它 然後就繼續說話 因為我真的在桌面 我經常忘記吃 我常常吃的東西 我真的在桌面 那我就覺得少少聲可以接受 另外呢 我特意在美國訂了 一些有50%DHA EPA的海藻油 每天早上就喝一口 就是保住腦 但是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要海藻油 不要阿麻紫油和紫蘇油 好過沒有 奧米加3的家族 阿麻紫油、紫蘇油、飲加果油 都是好的 但是一個普通人 健康的人 他要把奧米加3變成DHA EPA 可以給身體運用最好的兩個分子 是只有2%的油 明白嗎 所以我就特意買一些高DHA EPA的海藻油 每天早上喝一口 每天早上喝一口 來代替自己吃大量的魚油 三文魚會吃一點 沙丁魚會吃一點 秋冬魚我不是很喜歡的味道 樹魚會吃一點 但是最重要 越大條的魚皮 那些藍瓊吞拿魚 很大機會那些水銀會超廟 你明白嗎 越快樂越墮落 我吃藍瓊吞拿魚 很棒啊 然後就中毒了 但是我自己很乖 偷吃了之後 我去吃一包青梅粉 10%的藍瓊吞拿出來 我還以為是我的解藥 你知道我們都沒什麼不良人嗜好 連食都沒得吃到餐 明白嗎 難道沒有家裡打坐嗎 我有一些病人 有一次有個宗教會 他叫我帶進去 然後就一起吃碗飯 我叫他怎樣炸大腸呢 他馬上的眼睛很大 我當然經常都吃這些東西 之後他就說 我以為你每一天都是素食 炸汁啦 打坐啦 氣功啦 哈哈 我說我全部都曾經做過 但是不是很乖的 通常是臨急抱佛的 覺得自己不是很妥的 就勤力一點做下落 但是呢 有吃了東西就用解藥 要學習這個態度 因為奧米加三極 必需脂肪酸是要吃下去的 自己合成不了的 還有呢 沙律醬可以嘗嘗少用 奧米加九都是很好 橄欖油是奧米加九 阿福卡納油是奧米加九 但是呢 我來做沙律醬呢 做好加醋加蜜糖 你試試一下 這個味道也好 是的 我懂得說的 我不會做的 但是我去做給我吃的 那些店舖 他說了給我聽 我就記住告訴大家 是的 血管健康抗炎 我的前輩 我賣東西 我的前輩 我賣了70多 他教人 每天吃兩碗雜煤 他說你現在身體有很多炎症 他叫你每天吃兩碗雜煤 這就是很自然的治療 第一 香港買這些煤是很貴的 還要買自然 還要煤在上面的防腐粉 這些我想他在美國更容易做到 但是很有效 很多人 就是那個糖尿脚 那個腳的血管很難買口 他發覺這個吃一兩個月 他就會買得很好 因為他會生血管 還有這麼多的抗氧化劑 會令到 Beta cell分泌出來的 胰島素還有抗減低 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如果我做的話 我就會扔兩瓶粉 由於時間關係 然後就沾兩杯喝掉 還有粉和軟汁 知道沒有什麼優點嗎 我朋友跟我說 因為那時COVID很厲害 在兩年前 我朋友去了英國 他說醫院都不看他 因為那些朋友 又不夠老人 又不夠年輕的人 他說醫院都不收他們 他就不斷咳 在那邊去 去印度那些雜貨店 就買了薑黃 然後放些黑胡椒 然後不斷沖熱水 一兩天 那些咳就沒有了 是啊 但是最大 知不知道近年出現什麼問題 就驗到薑黃有什麼 黃菊梅素 你們聽過嗎 以前在花生 這些會有的 它是一種脂肝癌的物質 所以那些朋友說 我不是很認同你們 你們吃丸 吃保健品 我要吃NASCHO 那些 你明白嗎 然後我就會發現 你會吃了很多黃菊梅素 你明白嗎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丸 或者做啫喱有什麼優點呢 他們往往做出廠之前 他們都會過過機 將裡面的菌 病毒一次過殺死 所有大的藥廠都會做這個動作 但是你通常食品 就不會過這部機 因為食品那些過機 他們覺得沒那麼耐心 這個是非常好的方法 如果你現在 特別是冬天 你覺得自己很容易傷風感冒 你發覺薑黃加黑梅椒 你每天早上有什麼杯子 但是現在公司有製成品 你就不用冒風險 有什麼 黃菊梅素 你就不斷喝熱水 你覺得自己不妥 你不斷吃飲熱水 你不斷吃飲熱水 你那個病毒就會很快 沖熱水量是很有效的 為什麼我不管大家浸浴呢 因為你如果病了 你一浸浴 你已經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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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例如你現在發燒 在冬天一體之風寒 夏天你去打Golf 35度那些零計 那些是風熱 那些風寒 你吃了這些消炎 唐麵日系統的保健品 你沖了熱水量 出來聽 你二十分鐘都在抹汗 你的感冒很快退 對呀 因為解了表 你的寒被熱擠出來便解了表 疏風解表就聽過 你將病床退去面 解了表 那你的人物很容易好 這些又是非常好的方法 另外就是補充Mega3 戒兼噴漬 留意自己的筋膜系統 會不會有拉斜 這也是很好的方法 但有些時間關係 但是有沒有朋友 你是幫朋友問問題 是呀 好 我們給點掌聲 謝謝你 我們給點掌聲多槍 我想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今天學了很多東西 謝謝你多槍 我們準備了一杯 你撕回飲品給你的 是呀 我真的喝茶 多槍一杯 你問我聽到 多槍 其實有個朋友想問 其實西港的炎症 是不是中醫所講的排毒 具體的表現 或者表徵是怎樣的呢 其實你跟我剛才這個內容 就可以了 如果你問我西醫 說那個筋膜拉扯 導致公圈不足 接著又鬆回那個筋膜 我西醫會跟他說什麼 你一會去找伯理治療 一找中醫 一找脊醫 治療 治療好就可以了 其實不用分 你用我剛才的模式就可以了 OK 好 謝謝 有個朋友想問 他說胃氣象 上午是比較正常的 但越晚就越嚴重 他說為什麼會這樣 以及有什麼解決方法 因為越晚越累積到負面情緒 對 胃氣象就是負面情緒 最簡單的 你試試吃薑黃 看看胃氣會不會好些 甘草也會好些 薄荷也會好些 但是胃氣 有機會就是剛才這樣說 可能你沒有炎症 你會有胃門螺旋菌 因為胃門螺旋菌 很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它會將自己的一個 裡面的一些療素 轉化成一個胺 去中和胃酸 令到你的胃酸 用不了它 這個過程就會產生氣 明白嗎 所以你就試試買 黑加倫子粉 胸肚這樣吃 然後讓它掉到12指腸 慢慢帶走 謝謝 他還想問多個問題 就是肺纖維化和肺結節的舒緩 剛才說的就是拍膽 你吃光所有消炎的NAC 吃光薑黃 吃光薑黃 黑胡椒 然後做拍膽 你自己學會就可以了 不用出去拍的 因為我們自己都比較忙 我們經常教病人幫家人拍的 是很好的 謝謝多昌 這個朋友想問高血壓 可以吃配傳嗎 可不可以 還有要怎樣吃 要吃多少包 怎樣的情況 因為在座 很多朋友都聽了很多年 你沒發現很多朋友吃配傳 血壓會跌的原因 因為製造NO 第二 血管內壁老化 會令到它硬 當你不斷吃這些抗氧化劑 內皮細胞會修復 彈性會回來 很多人吃三個月 血糖會好 很多人的血壓高 是腎上鮮型的 是情緒 我經常都講這個例子 我朋友一向都八二 一百二十幾 突然一百五十 不是生意不好 不是老公 是外遇 是婆婆在美國 回來跟她住 她的壓力就大到一百五十幾 一百六十幾 接著就吃完我們的食物 接著禁了一百三十幾 有一天她就說 唉 我都不用去了 終於康復了 我說發生什麼事 我婆婆走了 明白嗎 你不要小看這個情緒 這個情緒 是令到你的血壓 可以過山車的 第三個 很多人忽略 不是很難醫 但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頸椎移位 頸椎移位 會影響一個叫膠感神經 就是剛才我說 有隻狗衝出來 我們要逃跑 那些人晚上為什麼睡不著呢 因為那個頸椎移位 影響到這個跑狗系統 在你睡覺的時候 繼續跑狗 所以你無理發覺 好眼睛都睡不著 那些人就要找隻衣 教好頸 那你的高血壓是很容易醫好 因為我最近都分享過 我去一個網站做節目 三十六歲那一年 我上壓是一五零 但我在十九歲那一年 上壓是一八的 我高了百分之五十 但當年我是比較誇張的 我每天兩罐 兩杯奶茶 每朝五點就很早睡 太陽出來我就睡覺 那些人就說 你不死叫做執咎 不要做成功 最後呢 我都用大量抗氧化劑 一個月就跌回一百十幾 十六年後 因為三十六加十六 現在五十二歲 我的上壓都是一百一十幾 都是抗氧化劑 所以要看一句 你吃西藥急救期 有些朋友說 二百二是否吃西藥 有沒有聽過 你二百二我就幫不到你了 你要累積到二百二爆出來 但最重要過了急性期 怎樣去斷你呢 就是剛才那些技術 糖尿病 為何可以改善糖尿病呢 就是因為它令到 BetaCell做胰島素的腺體 敏感度 可以做一些漂亮的胰島素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有改善 最好做五萬一包 謝謝Docchen 這個情況就是 有一個人的爸爸 他八十幾歲 他現在就是洗腎 在醫院 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他爸爸呢 可以吃些什麼呢 基本上你手上有抗氧化 成足它 原因是什麼呢 很多朋友 洗腎的人 洗完之後 他的礦物質很不夠 你給他一些漂亮的原材料 讓他一洗完 快點恢復 另外就是按到那三個 抗氧化抗原的保健物 謝謝Docchen 那這個情況呢 就是有很多人 種了病毒之後 做了Cohalantin之後 無論他是打針 或者是沒有打針的人 他身體出現了很多 皮膚敏感、腫的情況 我想問一下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什麼辦法可以 令他舒服這些症狀呢 芥菜糖、奶、澱粉汁 接著吃抗鹽和抗氧 看一個月是否斷了 你戒了口 身體發炎指標很低 你再加抗氧化抗醇 再加薑膀 再加NAC 很多時候炎症再低一點 你就斷了 謝謝Docchen 這位朋友想問 他說腹膜炎和增菌有什麼關係呢 是否很難處理呢 如果同時有增菌膜炎 附糊膜炎 這位朋友想問,肌肉發炎在小腿上,發生什麼問題? 下腰椎移位,肌肉收緊,筋膜拉緊,再差一點可能有追尖盤影響 就會令到這條筋一直拉著,你就會覺得它發炎 其實是追尖盤影響神經傳導,令到小腿拉著 我們多問兩個問題,休息一下,辛苦你了 這位朋友想問,中意鹽和牙周鹽可以吃白黎露唇嗎? 究竟對這個情況有沒有幫助呢? 如果你說中意鹽,我想白黎露唇加薑黃就好一點 然後你戒掉甜食,戒掉敏感的東西 因為我發覺中意鹽反復的朋友,體質通常很敏感 但是牙周鹽的標準是什麼? 先摘而起床,你會補陰就補陰,早睡就早睡 然後用椰子油朗口 因為我發覺椰子油可以殺掉牙膜菌,令牙周鹽減低 因為我發覺很多人有紅白狼瘡,同時會有鹽造牙周鹽 或者它自己本身的紅白狼瘡,可能救不到 要吃到六十黑輪固唇,六十mg輪固唇的階段 你會發覺它也是有嚴重牙周鹽的 所以牙周鹽的牙菌膜是非常之厲害的 但你用椰子油,因為椰子油殺菌功能是好的 你就每天在口袋15分鐘逃掉了 你只要按下牙肉發炎的細菌之後 那個身體會有一個好轉 謝謝 還有一個問題,這位朋友有煙頭炎,耳膜炎 究竟是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慢性煙頭炎背後是焦慮的 慢性煙頭炎是焦慮的 你吃了抗炎的東西,然後改變生活模式 減掉了澱粉質,你看看有沒有辦法 好嗎? 多謝你坐下,那大家給掌聲坐下 大家給掌聲坐下